今天早上 我为什么会出现在你家里 老板 我 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你对我吓得什么心思 我发誓我真的没这个胆子 早就有预谋了是不是 天地良心啊 老板 我真的没 你现在比你早上更紧张 抓住他 快点给我报警 抓起来 快报警 老板 外面有什么事情发生 我去看一下 哎哟 老板 都不成为申诉 女人 轻点轻点轻点 你哪儿来的 敢在我花子打人啊 就说你哪儿来的呀 还拿了把我武器还来 跟他费什么话呀 报警啊 报警 报警 快 上 上啊 怎么了 怎么了 快点 误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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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 我新签的艺人 我来解决 好不好 疼 子澹哥 你这眼睛怎么 怎么了 你看不见啊 我看他衣服一层一层想帮帮他 他上来就打人 他肯定是入棋太深了 这 演员 不是怎么了 演员怎么了 演员就能打人 我告诉你父王 你现在赶紧给我报警 要不然这事 送你一份 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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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抱歉 别 抱歉 你别看他 长得人模人样的 人嘛 总有一点难言之隐 难言之隐 方才失礼了 没事 没事啊 理解 理解 好了 方才多谢姑娘处处相助 客气 客气 小事一桩 你 不疼了吧 敢问姑娘方明 本姑娘幸福名宝 人送外号大美人 你叫我福大美人就好了 你的身份呢 我已经了解了 哎 诗不相瞒 我那打工一族 第三百六十五代传人 每日文姬起个舞 披星带个月 辛苦上下班 不畏名合力 不图吃鹅船 你要问我 是真的热爱打工吗 不 我只是希望我的艺人 能够在他们所热爱的舞台上 发光发热 如同你 岂云你的子民 能够安居乐业一般 不知你能否理解 想不到姑娘小小的肩膀上 竟然承受了如此重的 殿下我已是四面楚歌 水深火热 孤立无援呢 方才劳姑娘触手相助 不知可有朕能助姑娘 一臂之力之处 帮我去试镜 试镜 你不需要知道 试镜是什么 你只管跟我走 我带你去你最熟悉的地方 做你最熟悉的事情 然后 我就想办法 让未来在手杂上面 牵上你的名字 严香 你只有如此 一言未定 äch 语 呦 既然姑娘能够使用手杂 那朕倒是很想知道 姑娘的心愿 可是与那个叫未来的人 谈恋爱 瞎 瞎说什么呢你 朕只是好奇贵处名风 何为谈铃案 老板 干嘛呢你们 上班时间 聊天呢 不是聊天老板 诗经的演员 我在帮他排练 两点了 诗经来不及了 快走 等等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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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